随着四散蹦践的旋律 一个色彩变换不定的小球 渐渐涨大 在半空中爆裂成 众多不规则的团块 一起盘旋而上 然后迅速下落 如同相互交错的弧形的彩带 那些团块又凝聚成 无数颗小珠子 每颗的色彩都不尽相同 这时候 贝泰开始看出一点名堂了 他发现如果闭起眼睛 彩色的图案反而更加清晰 每颗彩珠的每个小动作 都带着特有的节奏 他还发现 自己竟然无法确认这些色彩 此外 彩珠其实并非珠状 而是许多小小的人形 小小的人形 又像是小小的火苗 无数的人形在舞蹈 无数的火苗在闪耀 忽而从视线中消失 一会儿又无端地重现 相互间不断挪换着位置 然后再聚集成新的色彩 贝泰不禁想到 晚上如果使劲地闭起双眼 直到眼睛生疼 再睁开来耐心凝视 就会看到类似的小彩珠 他又联想到一些熟悉的景象 不停变换颜色的碎花布 在面前掠过 许多童心猿 同时收缩 还有颤动不已的变形虫等等 不过 如今 眼前的景象 规模更大 变化更多端 每颗小彩珠 都是一个小小的人形 他们成双成对地 向他扑过来 他倒抽一口气 赶紧抬起双手 他们却一个个地翻滚开来 背话 背太 便处身于耀眼的暴风雪的中心 冷光越过他的肩头 如滑雪般来到他的手臂 再从他僵宁的食指击射出去 在半空中缓缓聚集成闪亮的焦点 除此之外 还有上百种乐器的旋律 如泉水般匆匆流过 直到他无法从光影中 分辨出那些音乐 他很想知道 艾布林弥斯 是否也看到了相同的景象 否则他又看到些什么呢 这个疑问一闪而过 然后他继续凝视 那些小小的人形 他们真的是小小的人形吗 其中有许多红发的少女 他们旋转和屈身的动作太快了 令他的心灵无法专注 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组成星星的队形 然后一起开始旋转 音乐变成了模糊的笑声 是女孩们的笑声 在备胎的耳中 在备胎的耳中响起 星星一个一个的靠拢 彼此互相照耀 再慢慢聚合起来 由下而上 一座宫殿迅速形成 每一块砖都是一种特殊的色彩 每一种色彩都闪闪发光 每一道闪光都不断地变换着花样 她的目光被引导着向上 仰望那二十座镶着宝石的尖塔 一条闪闪发光的飞毯 击射而出 在半空中回旋飘扬 支撑一张无形的巨网 将所有的空间网罗在内 从网中又长出明灿的嫩条 在瞬间开枝散叶 每棵树木都唱出自己的歌 备胎坐在她的正中央 音乐在她周围迅疾喷剑 以抒情的步调四散纷飞 她伸出手 像触摸面前的一棵小树 树上的小碎 立即向下飘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带起一阵清脆 悦耳的铃声 音乐中突然加入了二十个脑搏 同时一大团火焰 在备胎面前喷涌而出 再沿着无形的阶梯 以积极地倾泻下来 尽数流向她的群员 在那里飞溅 并迅速流散 她的腰肢 随即被火红的光芒围绕 群边升起到彩虹桥 桥上有好些小小的人形 一座宫殿 一座花园 一望无际的彩虹桥 桥上有无数小小的男男女女 全都随着弦乐庄严的节奏起舞 最后一起涌向备胎 接着 似乎是令人惊讶地停顿 然后 又出现果足不前的动作 继而是一阵迅速地崩溃 所有的色彩 历时远顿 集中成一个旋转的球体 越缩越小 渐渐上升 最后 终于消失 现在 又只剩下 一片黑暗 迷思伸出大脚 探着踏板 然后 一脚踩下 室内 立刻 大放光明 但那只是 平淡 无趣的 太阳光 备胎 不停地眨着眼睛 直到 躺出眼泪 仿佛在追忆 什么心爱的东西 艾布林迷思 爱胖的身躯 一动不动 仍然维持着双眼圆瞪 瞠目结舌的表情 只有马俱波一个人 活蹦乱跳 他兴奋无比地哼着歌 抱着声光琴 爱不释手 我亲爱的女士 我亲爱的女士 他喘着气说 这把琴的效果 真可说是出神入化 在平衡 和响应方面 他的灵敏和稳定 几乎超出我的想象 有了这把琴 我简直可以创造奇迹 我亲爱的女士 你喜欢我的作品吗 你的作品 你 你自己的作品 看到备胎吃惊的模样 马俱波的瘦脸 一直战红到了长鼻子的尖端 我亲爱的女士 的的确确 是我自己的作品 罗并不喜欢她 可是我常常 常常从这首曲子中 滋得其乐 那是我小的时候 有一次 我看到了一座宫殿 一座巨大的宫殿 外面箱满了金银珠宝 我是在巡回演出的时候 从远远的地方看见的 里头的人穿着我做梦 也想不到的华丽的衣裳 而且 每个人都高贵 显赫 后来 即使在罗的身边 我也没有再见到过 那么高贵的人 我这首曲子 其实模仿得十分拙劣 可是我的脑子不灵光 不能表现得更好了 我称这首曲子为 天堂的记忆 当马巨波滔滔不绝的时候 迷斯终于回过神 来 来马巨波 你愿不愿意 为其他人这样表演呢 一时之间 小丑不知如何是好 用发颤的声音说 为 其他人 迷斯大声说道 对 在基地各大音乐厅 为数千人表演 你愿不愿意 做自己的主人 受众人的尊敬 并且赚很多钱 还有 还有 他的想象力 到此为止 还有 一切的一切 你怎么说 但是我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伟大的先生 我只是个可怜的小丑 世上的好事 永远没有我的份儿的 经理学家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还用手背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老弟 可是你 很会表演 声光琴 只要你愿意 为市长 还有他的联合企业 表演几场 这个世界 就是你的了 你喜不喜欢这个主意 小丑很快地 瞥了贝太一眼 那 那他 他会陪着我吗 贝太哈哈大笑 小傻瓜 当然会了 你马上 就要名利双收了 现在 我有可能离开你吗 我要 全部献给您 其实 即使把银河系的财富 都献给您 还是不足以报答您的恩情 马巨博认真地打倒 不过 希望您 能先帮我一个忙 米斯 故意随口说 做什么 心理学家顿了一顿 然后 微微一笑 小小的表层探测器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的 只会 轻轻地 接触你的大脑表层而已 马巨博的眼中 立刻显露无比的恐惧 千万别用探测器 我 我见过他的厉害 他会 他会把脑浆细干 只留下一个空脑壳 罗 就是用那种东西 对付叛徒的 让那些人 都变成形式走肉 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 直到罗 大发慈悲 把他们杀死为止 他举起右手 推开了米斯 你说的 那是心灵探测器 米斯 耐着性子解释 可即使那种探测器 也只有在雾用时 才会造成伤害 我用的这台 是表层探测器 连婴儿也不会受伤的 马巨博 他说的没错 这样做 只是为了对付罗 好让他休想接近我们 把罗解决了之后 你我下半辈子 都能过着 荣华富贵的日子了 马巨博伸出 抖个不停的右手 那么 您 您可不可以 抓着我的手 备胎双手握住了他 小丑于是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对闪闪发光的 电击板 向自己 渐渐接近 在英德布尔市长的 私人起居室中 艾布林米斯 坐在一张 过分奢华的椅子上 仍旧表现得随随便便 对市长的礼遇 一点也不领情 虽然矮小的市长 今天显得坐立不安 米斯却只是 毫不同情的 冷眼旁观 这时 他将抽完的雪茄 丢到地上 并且吐出一口烟丝 英德布尔 顺便告诉你 如果你正在安排 马拉大厅下回的音乐会 你可以把那些演奏电子乐器的 全都踢回臭水沟里 只要把那个小畸形人找来 叫他为你表演 声光琴 就行了 英德布尔 那简直不是人间的音乐 英德布尔不高兴地说 我把你找来 不是请你为我上音乐课的 罗的底细究竟如何 我要听这个 罗的底细究竟如何 罗呀 我会告诉你的 我使用表层探测器 得到的资料有限 我不能用心灵探测器 那个机型人 对他有着盲目的恐惧感 他若硬要用 一旦电机接触到他 产生的排斥 也许就会令他他妈的精神崩溃 无论如何 我带来了一点情报 我说 请你别再瞧指尖了 好不好 首先 不用过分强调罗的体能 他也许很强壮 不过机型人所说的 关于这方面的神话 也许被他自己的恐怖记忆 放大了许多倍 罗戴着一副古怪的眼镜 而他的眼睛能杀人 这明显表示 他拥有着精神力量 这些 我们当初就知道了 市长不耐烦地说 那么 探测器 证实了这一点 然后 从这里出发 我开始用数学来推导 所以呢 你要花多久时间 才能完成呢 你这样子喋喋不休 我的耳朵快被你吵聋了 据我的估计 大约 再过一个月 我就能告诉你一些结果 当然 也可能没有结果 但是 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这一切 都在谢敦计划之外 我们的机会 就太小了 他妈的太小了 因得不耳 恶狠狠地转身 面向心理学家 盘土 我逮到你了 你骗人 你还敢说 和那些制造谣言的坏蛋 不是一伙的 你们散播失败主义 搞得极力人心惶惶 让我的工作加倍的困难 什么 我 我妈 密斯也渐渐地发火了 因得不耳对着他独咒 星际尘埃云在上 极地将会胜利 极地一定会胜利 总是我们在 吃了败账吗 那不是败账 那不是败账 你也相信那些满天飞的流言吗 是由于我们兵力悬殊 而且有人叛变 那是什么人 山东叛变呢 密斯以轻蔑地口气追问 是贫民窟里那些满身狮子的民主分子 因得不耳 回敬他一阵大吼 检队里面到处都是民主分子的细胞 这点我很早就知道了 虽然大部分都被铲除了 但是难免有漏网之鱼 这就足以解释 为什么会有二十艘星舰 竟然在会战最吃紧的时候投降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被打败的 所以说 你这个出言不逊 举止粗野 头脑简单的所谓爱国者 你和那些民主分子到底有什么牵连 艾布林密斯 却只是耸耸肩 你在胡说八道 你知道吗 后来的撤退 又怎么说 西维纳 又怎么会沦陷了一半 也是民主分子的杰作吗 布布 不是民主分子 小个子市长 露出诡异的笑容 使我们主动撤退 极地 每逢遭到攻击 一律都会以退为进 直到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 变得对我们有利为止 事实上 我已经看到了结果 事实上 由民主分子组成的 所谓地下组织 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 宣誓效忠并协助政府 这可能是个阴谋 以便掩护另一个更高明的轨迹 但是我可以将计就计 不论那些混账叛徒 打的什么主意 这项合作都可以大肆宣传一番 更好的是 云德布尔 更好的 是什么 你自己判断吧 两天前 所谓的独立行商协会 已经向螺旋站 因此 基地舰队一口气 增加了千艘兴建 你瞧 这个螺 做得太过分了 他趁着我们内部分裂 不合之计开战 可是面对他的来犯 我们马上团结了起来 变得强大无比 他非数不可 这是必然的 始终如此 蜜色 蜜色 仍然透着怀疑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 谢顿 连无法预料的突变种 也计划在内了 突变种 我看不出 它和人类有什么不同 你同样看不出来 我们听到的 这是一个叛倍的上尉 两个一帮年轻人 还有一个笨头笨脑的小丑 这四个人的胡说八道 你忘记了 最有力的证据 你自己的证据 我自己的证据 迷斯顿时吃了一惊 市长冷冷一笑 你自己的证据 再过九个星期 时光穷龙又要开启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将有一个危机 假如罗发动的攻击 其实不算危机 那真正的危机又在哪呢 穷龙又为什么要开启呢 回答我 你这个大肉球 心理学家又耸了耸肩 好吧 如果这样想 能让你心安的话 不过 请你帮个忙 只是预防万一 万一 老谢顿发表了演说 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请你让我 也出席这个机会 好吧 现在你可以滚了 这九个星期之中 别让我再看到你 我他妈的求之不得呢 你这个又干又别的讨厌鬼 迷斯一边走 一边喃喃自语 宝贝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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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